蘋果的新產品到底美國人反應怎麼樣呢? 我們紐約特派員王一如特別訪問了紐約客 發現大家普遍都只在意新的iPhone 6s 趕快來看一下現場的報導 在蘋果迷的縱所期待之下呢 蘋果終於發布了他們的新產品 包括最新的iPhone、iPad、Apple Watch以及Apple TV等 現在呢我們就來看看 大部分都是蘋果迷的紐約客 對這些新產品的反應 6s的6s是很棒的,它有4-Touch的功能 3D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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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D,3D 有很多功能,它是很好的產品 不太多說,它是很棒的,它是很棒的 我都在爭執著它 我認為它會是最好的iPhone yet 我還有6,我只是在等待它 我喜歡它的4-Touch功能 那是很酷的我 我認為我會買一個 買一個,或什麼顏色? 黃色的紐約 我會給這個給我的朋友或女兒或其他 我會買一個 我會買它在聖誕 所以你們要買一個紐約的紐約嗎? 對 我們說小姐會喜歡每位金嗎? 你喜歡嗎? 對,我打算買,但我要等到7 因為6的話,我剛換的6 所以要等到7的時候會買 蘋果的這些新產品呢 預計在美國時間9月12號開放網路預購 而在9月25號呢 店面就會全面上市 但可惜的是呢 台灣並不在第一波的開放首購名單之內 以上是東森新聞 唐偉傑、王玉如來自紐約的採訪報導